关注陆克常常让小朋友在香港的街头随地变逆 触发起新的一波中港矛盾大战 那么大陆的网民更是扬言在五一黄金州 要用另类的黄金贡献香港 大陆网民扬言带小孩黄金贡港 充满创意的香港网民先来一场预演 在尖沙嘴购物中心 魔力当众便便宣泄不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小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小便 他们的所谓驱网行动反对陆克自由行访港 已经连续多个星期了 常常有不同的主题游行 包括之前的爱国用国货 不要到香港买来粉 最近因为陆克让小孩在街头便便 在引发陆港骂战 有没有孩子 我少过去看 你家孩子不不用用的 你说我如果没去 他们还行 大陆有网民建议不去香港旅游打击香港经济 更有人扬言五一黄金粥带小孩到香港便便 香港网民则动员全民戒备向他们拍照反击 这不是真的电碗 只是有动画公司以幽默守法 反映这场陆港史上的大战 让大家稍除露气 轻松一下 以上是中视组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